朱博特年 我為了他推廣了十場 他的重要作品的音樂會 包括在台中國家科技業 那他為什麼跟我這麼麻糬 我三個元利 他的爸爸跟我的爸爸都是國小的校長 他生日1月31日 我1月30日差一天而已 他的頭髮QQQ 我的頭髮長一點點QQQ 我講這個開玩笑 這時候你喜歡一個人 就會跟他攀關西拉 穿著附位 就是這樣 那我告訴各位 他偉大帝后在哪裡 一個人 我們現在講說 其實當老大很不錯 可是當老二哲學更不簡單 我為什麼這麼說 他跟貝多芬是同一個時代 他們都住在維也納這個城市 你看看貝多芬那時候 不可疑似的英雄 英雄的巨榜 那個背榜 的背後 你要容下一個蘇柏特 不簡單 可是他就是用他得獨特的品位 跟他自己走出了一條音樂直路來 他就開啟了浪漫派的仙壳 什麼意思 貝多芬的音樂是陽光燦爛的 一直往前衝衝衝 你看剛才就自己衝衝 可是等一下就不要了 他就是有一點害羞的 有一點哀愁 淡淡的哀愁 甚至常常會有很多流浪的腳步聲 甚至有死亡的陰影都會在裡面 蘇柏特 不過他就還是很喜歡他 所以他走出一條跟 別的路不一樣的路出來 所以我們這一首 蘇柏特 第二號 鋼琴三重痘的第二原章 那一開始的時候 只要鋼琴一出來 你就看到他是不是跟我講的一樣 在拖著疲憊的腳步聲 流浪的腳步聲 如果我不相信 我拖給各位看 有沒有 這是在拖著流浪手的聲音 可是蘇柏特 我剛才唱了 他實在是旋律的天才 寫了六百多首的藝術歌曲 旋律對他來講 西洋布林音樂裡面 旋律寫的最好 我覺得就是蘇柏特跟莫扎特 一道以隨 一心湍飛 那個 那個性比一點來 就全部 這個不要的紙揉下來 拿上來 就馬上寫的 就是旋律 所以你拖著疲憊的腳步聲的時候 這個時候大地形 我們的大地形家 古負重望的 拉出了蘇柏特最美的哀歌 那有時候有些人說 這首曲的不僅是 你形容的哀歌 簡直是蘇柏特的 碗哥 什麼意思 他沒有多久寫這個 不僅沒有人做過事 他才31歲 所以你看 我們現在從頭到尾 你看他拖著流浪的腳步聲之後 哇大地形把主題拉得多美 可是山王座的精神就是這樣 他主角當碗之後 他馬上就跟小地形當配角在伴奏 然後旋律就由鋼琴把它彈出來 所以你如果這樣理論 你就知道主題是怎樣的 很清楚 蘇柏特表現兩次聽 一次是大地形 一次是鋼琴 我們從現在開始 到鋼琴彈完整個主題 我們來理論一下 來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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中文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 中文字幕志愿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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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中文字幕志愿者